降水 降水有兩種 一種叫做固態降水 一種叫做液態降水 液態降水就是雨 固態降水基本上講兩個 一個叫做雪 一個叫做冰爆 國中從來沒有教過下雪 但是古時候 有教過冰爆 現在沒有教我的講義有 第九月下面知識 快递遊行 翻過來第四月有個圖 也可以解釋一下冰爆行程 請你看一下了解一下 天上的 他要是遇到一個旺盛的 的隊友 上面有一個小冰塊掉下來 又被底下 往上衝 往上帶 又滾了一些冰塊又往下掉 又被往上衝 越滾越大就滾元宵一樣 越滾越大最好 大概通通就扎現在叫做冰爆 所以冰爆的行程跟旺盛的隊友有關 不是跟天慶了 後面會告訴你 午後雷陣雨也跟旺盛的隊友有關 所以冰爆經常會夾雜在 午後雷陣雨中掉下來 第十月 說了一個去年 你還記得嗎 去年六月 有 下冰爆還記得嗎 很好 那天沒有去 我的同學 我的學生 就看到那些天氣突然大變 陰天花下大雨對不對 然後呢 就有一位學生就講說 哇 希望當晚會下雪 你就看他一眼 我說下雪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有可能會下冰爆 我話講完沒有一分鐘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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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下冰爆 就是神准 下冰爆 所以看一下冰爆怎麼形成的 雖然現在國中不教了 但是你看一下那冰爆怎麼來的 固態降水 液態降水 液態降水 那麼 降水的降雨量是根據所謂的雨水深度來算的 好 降雨量是根據雨水深度來算的 因為我們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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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是平的 我們假設地是平的 雨水均勻的下下來 大家一起往上淹 大家一起往上淹 你拿一個大桶子 拿一個小桶子 拿一個中桶子去裝 什麼是一樣的 高度 深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說 我們算的時候是用什麼來算 用所謂的雨水深度來算 所以降雨量是用雨水深度來算 單位是公里MM巧克力 公里 毫里 這你媽要交付嗎 毫里 公里 通常會再加個時間 每小時降雨量 每天降雨量 每個月降雨量 每一年降雨量 通常會再加一個時間 加個時間 大概公里 然後呢 根據這個降雨量 也根據下雨的多少 分做小雨 中雨 大雨跟毫雨 這個表格完全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來 講一上一面有寫 然後要有寫 底下有個柱 這個是氣象曲改過的 他第一次改的時候 叫做特大豪雨 超大豪雨 但是沒有一個記者搞得懂 到底是特大比較大 還是超大比較大 後來就改了 豪雨 大豪雨 超大豪雨 你們知道 大豪雨比豪雨大 超大豪雨比大豪雨大 改變什麼好處呢 改完這好處是 從此之後 中華民國可以因為雨下太大放假 颱風架的放假標準是風 風到死 風要夠強才放假 不然幫你講一下 不過有颱風沒有風的吧 不然人家是颱風 但是有可能颱風風風比較小的是雨比較多 比較多的 颱風架的放假標準是風 風要夠強才放假 下雨下 以前下雨下到死孽 不會放假 但這改完以後就會了 雨下太大就可以放假 講義上面有寫一個民國 93年11、20日改完 然後94年6月13號高平地區 就是中華民國第一次因為雨下太大宣布放假 後面那個101年你們進南亞有沒有 還沒有 什麼進南亞 那一年 那一年這樣畢業年齡那一天 我知道 畢業年齡那一天 然後 就放還被屌有沒有 因為他宣布放假的時候就天不醒了 他宣布放假的時候就天不醒了 他宣布放假的時候天就一下雨了 早上下了七花他死了半死 然後來需要三分 然後他宣布放假的時候天就沒下雨 所以是有這個時候就可以 你不用背啦 你就只能放假就好 就是雨下太大你可以放假 雨下太大你可以放假 這是改過的時候的方好處 那還有一個叫做 根據下雨的特性 就不用講了嘛 什麼叫正雨 啪啪啪啪下來了就沒有叫正雨 那什麼叫連續雨 一直下一下一下一下就連續雨 什麼叫漸漸雨 一下一下一下就不下嘛 一下一下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好弄的 這叫做 下雨量 根據雨量的標準 下雨的標準 你這個不用背 你只要記得 你只要記得 剛才那個 雨水 下雨量是根據雨水深度 考試呢 人家就 考試的時候呢 考試喔 他們就會畫個圖 考試他們就畫個圖 畫一個圖 大的 小的 特大的 然後雨量 雨水 然後就問你 誰的降雨量比較多 就挑那個比較高的那個 對 就這樣 考試就考這個 考試就考這個 就考這個 好 所以 剛剛講過你的重點就是要記得 它的是雨水深度 就可以了 好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